大家好,我是三喵驰猫上岗 最近俄乌战场之外 这俄国似乎又想开辟一个新战场来着 这就是在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和左岸 你看这名字很多人都念不利索 它在哪?它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咱们聊一聊 这个乌克兰大概长这样 我画过无数次的地图 它一个国境现在西边是这个样子 这边是黑海 这边有一个国家叫摩尔多瓦 然后这边是罗马尼亚 在摩尔多瓦一条大河流向黑海 这条河叫德涅斯特河 那么在它的左岸 我讲过很多次 河流的左岸又是你面朝河流入海的方向 你的左手边就是它的左岸 就这些地方 这块地方出事了 那么摩尔多瓦的首都是基西纳乌 那么德涅斯特河左岸的一个地方 叫蒂拉斯波尔 其实这个地方我过去也没有听说过 直到去年还是前年欧冠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知道我是那个油文黄马的这个球迷吗 这个黄马那次欧冠 好像输的那一场就是输给了蒂拉斯波尔警长 然后一路开挂 干巴黎 凭切尔西 然后去这个逆转曼城 最后干掉利物苦夺冠 好了 这个可能这都是球迷的这些沉满满骨子的事 咱且不说他 这个德涅斯特河左岸简称德佐 他的首 他的首辅叫蒂拉斯波尔 那么整个的摩尔多瓦 这个地方过去叫摩尔达维亚 这个摩尔达维亚 瓦拉吉亚 这些地方是俄国一直垂涎翻尺的一些地方 你看那个当时俄罗斯跟土耳其打仗的时候 就是俄土战争 那是沙皇时期的老皇帝 那除了去争夺土耳其海峡 还有一点非常想要这块地方 这个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吉亚 那么当时这个克里米亚战争 其中的一个导火索 就是俄国强迫土耳其 把这块地方割让给他们 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 慢慢的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民族 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政权 就是摩尔多瓦 他过去是一个大公国 然后后来呢 这个等苏联建立了以后 这个包括摩尔多瓦在内的地方 都被吞并进了这个苏联领土 而苏联是不知这个满足的 我们说俄国到苏联 再到现在的俄罗斯 他们对于领土是不知满足的 有人说到什么地步呢 给你握手的时候都要小心 把你一个手指头给掰断 就算掰不断你一个手指头 小心他会往你手上去蹭一手吐沫 就恶心到这个地步 到了1940年的时候 不要觉得苏联在二战时候 是什么乌拉光荣打败纳粹的 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苏联跟纳粹 德国之间的这种灭期的话 这个纳粹能成长成什么样啊 那还真的不好说 1940年的时候 这个苏联在北部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 而他在南部去 咬下了罗马尼亚的很多的地盘 然后这些地盘呢 让罗马尼亚非常的不满 所以我们看罗马尼亚 匈牙利这几个国家 纷纷转头援手的怀抱 去跟苏联去对抗 当然我们知道 到了1945年之后 这一切都成了这个过眼云烟 这个苏联红军都已经占领薄理了 那么所有的这些地方 都被归为这个苏联的势力方位 而摩尔多瓦也被认为是 这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至于罗马尼亚嘛 你懂的 有好兄弟齐奥塞斯库照着 又能怎么样呢 对吧 当然我这个中间跳了很多很多的叙述啊 对吧 那个齐奥塞斯库后面 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那个他的这个太太说 我可是你们的母亲呢 你们竟敢杀你们自己的母亲 结果 你们懂我讲的什么意思 后来这个苏联这个解体之后 摩尔多瓦这个地方也独立了 但是你这个德内斯特合作案怎么办呢 哎 这个地方有摩尔多瓦最发达的工业 最发达的电力设施 而当地的很多人是心向往苏联的 在后来对他这个地方进行的一项调查当中啊 百分之九十六的人都认为 我们这个地方跟摩尔多瓦不一样 我们就是一块俄罗斯的非力 就像加里宁格勒一样 他们当地的人非常怀念苏联 非常怀念这个俄罗斯 然后这个当地的很多的这个人是坚决不说 罗马尼亚语或者摩尔多瓦语 其实摩尔多瓦语本质上可以认为是一种 那个罗马尼亚语啊 是坚决不说这样的语言 一定要说这种俄语的 那么你摩尔多啊 不让他们独立 他们是想成立一个这种德涅斯特和沿岸共和国 这个至于这个成立了共和国之后 要不要加入俄罗斯呢 你看看这个乌克兰东部的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 是什么样的下场 你可以大概猜到 只不过这个唯一的难题在于啊 这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是挨着俄国的 这个俄罗斯想吞并他的话 至少领土得到了扩张 你这个地方对吧 你如果俄罗斯想吞并这个地方 你怎么吞并呢 你除非占领乌克兰全境 然后再向这边迈一步 不过这个地方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 当年苏联解体之后 大批大批的东欧撤下来的装备 都是第十四集团军 都给放在了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有苏联时期的军火库 这就是说嘛 距离乌克兰和这个摩尔多亚边境几公里的地方 就有苏联时代遗留下了俄罗斯的弹药库 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弹药 但是有多少这个不好说 因为你要知道当地这个经济曾经凋敝的时候 一度靠着这种倒卖军火为生 一度这个市场上 国际市场上 那些黑市军火 也都是来自于这些地方 所以这个弹药库里面 还有多少弹药是不好说 但是俄罗斯非常恶心 就我说的 你就算掰不断别人一个手指头 也要在别人手指上吐个吐沫 他在这个地方驻扎了几千人的这种维和部队 注意这个维和我应该打个引号 你觉得维和应该是谁授权的 联合国对不对 为什么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驻扎了维和部队呢 对不对 就赖着不走了 而且是支持当地的这种 所谓的德涅斯特左岸共和国这样的独立 其实你要说俄罗斯 你非得要这块干嘛呢 对不对 你从这个成本跟收益的这种考量来说 这个地方跟你俄罗斯也不接壤啊 对不对 你如何去统治这里呢 你如何把自己的资源据为己有呢 你这个地方你如果要占据的话 你的成本是非常大 而且在国际上会收获很多的恶感 但是俄罗斯就不管 我就要在这个地方 有维和部队 我就要在这个地方 怎么怎么着 那直到现在 俄罗斯对这个地方 也是不肯生活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 普京在说吗 对吧 这个不承认摩尔多瓦的国家定位了 干脆 呵好吗 除非这个顿涅斯特沿岸的 这德涅斯特河左岸的这个问题 得以解决 看到了没有 俄罗斯就是 你怎么着 如果要不下这块领土 我也把你恶心的透透的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摩尔多瓦开始有这样的念想呢 因为你俄罗斯在黑海的军舰 朝乌克兰发射导弹的时候 导弹可是飞越摩尔多瓦上空的 而且乌克兰可是跟摩尔多瓦是 有过这种情报交换 俄罗斯试图通过各种行动 去突然袭击 干掉这个摩尔多瓦的整个的高层领导 这能忍吗 对不对 所以你说俄罗斯这个样子 天下苦求疑 对不对 那么乌克兰 这相当于是首亿之人 对吧 首亿之国 就第一个勇敢的用努力 对俄罗斯说不 这在历史上应该是第一遭吧 你要说这个波兰匈牙利事件也好 或者说那个后来 瓦文萨搞的这个团结工会也好 那个是那种群众运动 或者说政治上的东西 而乌克兰是军队努力上 第一次硬生生的把俄罗斯军队给挡住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要让哭额久矣的这些国家 看到了各种希望 所以你看到没有 芬兰瑞典拉着手要进北约 而波罗的海三国给乌克兰非常积极的援助 那在这种情况下 摩尔多瓦当然也看到了 彻底解决德涅斯特和左岸问题的希望 而且这次机会错过就不再有了 能愿啥呢 你也就只能说这个普京大帝 他这一小时22分没有诉讼基辅之后 给自己招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 俄罗斯的荣耀将来很难在这个德涅斯特和左岸 继续维持下去 就像他不能在别的地方维持下去一样 行了 这个话题就简单的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